美軍王牌武器首次部署第一島鏈 專家解釋 習近平的頭等大使釋出什麼訊號 財政危機河南取消科級事業單位 中共一帶一路爛尾 每日非啟動呂宋經濟走廊 金正恩不給面 趙樂際尷尬 全球地緣政治局勢變得越來越緊張 美軍剛剛將颱風中程導彈 部署到菲律賓 美軍宣布 從本月11日開始 會在菲律賓北部呂宋島 部署颱風中程導彈 這是颱風中程打擊系統 第一次出現在第一島鏈 颱風射程涵蓋500至1500公里 可以發射 陸機型戰斧巡翼導彈 也能發射唯一能攔截 極音速武器的標準陸型導彈 颱風中程打擊系統 是為了應對中俄威脅而設置的 美國陸軍多域特顯隊的核心裝備 日前作為美飛盾排24聯合軍演的一環 美軍出動全球霸王運輸機 飛了15個小時 1萬2千多公里 將颱風系統運到菲律賓 美國第三野戰炮兵團的一位指揮官 布萊恩宗教 告訴媒體 我們盡力預防下一場戰爭 但如果不行 我們也已經做好準備 能夠完成在太平洋 左隔海上威脅的使命 這是美國和盟友 對中共頻繁在南海發起挑釁 做出的回應 在俄烏戰爭持續 伊朗和以色列爆發直接衝突的背景下 中共加強與俄裔的同盟關係 聯手挑戰西方陣型 至全球於戰爭的陰魂之下 《大西洋月刊》4月15日發表 Elliott Cohen的文章 說伊朗剛發動了 對以色列首次的直接攻擊 為什麼伊朗現在敢進行更公開 範圍更廣的行動 除了伊朗正在走向 擁核國家之外 還因為伊朗加入了中俄朝這個聯盟 這個地緣政治轉變 令伊朗對以色列的攻擊變得非常重要 中俄依招聯盟的目標 不是只是摧毀以色列 而是推翻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 Elliott Cohen指出 在這個框架之下 美國和盟友必須考慮下一步行動 伊朗和以色列的戰役 只是一個更大衝突中的前奏 在1930年代 意大利入侵亞比西尼亞 西班牙內戰和日本侵華 這幾個事件彼此相關 現在美國領導人 將俄烏戰爭 中共在南海的挑釁 和中東的衝突分開處理 會引發巨大的問題 今年4月15日是中國第9個傳聞 國家安全教育日 中共黨媒發表文章 《捉勞國家安全》 習近平要求抓好這件頭等大事 加拿大華裔作家勝雪指出 習近平強調的所謂國家安全 其實就是中共政權和他的統治地位 習近平主政之後 有關國家安全的立法越來越多 從2015年開始 相繼出台了國家安全法 網絡安全法 數據安全法 反間諜法等等 很顯然 近幾年來 習近平當局 越來越將國家安全 當成頭等大事 女澳學者李玄華對《希望之聲》表示 習近平以國家安全的名義 出台了這麼多法律 就是要將中國社會全面文革化 他說 他所謂的國家安全 其實是兩部分 就是對內不能有任何 反抗專制暴政的苗頭 對外 不讓人民了解或者知道 民主社會的思想 這就是他所有的安全的核心 所謂的國家安全 什麼境外勢力 譬如說最近美國就要公佈 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海外資產 這個對於他們來說 其實就是一個洩露國家機密 因爲他們就覺得自己貪污的錢 怎能讓老百姓知道 這就是安全部門沒有做好工作 將這些秘密洩露出去 被境外勢力知道了 所以他這種所謂的安全 其實是極其可笑的 勝雪認爲 國家安全顧名思義 就是它的主權領土 邊界之內的人民 是不是有一個基本的安全 他說 從中共建立它的政權以來 中共統治本身 就是這個國家最大的一個安全的威脅 幾十年以來 中共一直都是把人民 作為它的敵人來對待的 中共從1949年建政 就開始搞政治運動 縮反、鎮反、一反、三反、反右、文革 所有這些沒有一個真正的運動 是為這個國家好的 是為了建設和發展的 而所有它的這些政治運動 沒有一個不是以人民為敵 是以消滅那些 不完全百分之百地去服從他的 這個國家恐怖主義政權的人民 為目標的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好幾千萬人被中共迫害致死 勝雪進一步指出 習近平強調的 所謂國家安全 其實就是中共政權 和他的統治地位 現在習近平看到了 中共的這個統治 可以說是四面楚歌 他深感自己的統治 現在非常危險 受到了威脅 現在整個國際社會的自由民主陣營 是一再地拉緊圍剿中共的包圍圈 包括最近美國和日本的峰會 和日本和菲律賓的峰會 和在兩年之前啟動的 一系列的國際間的合作 特別是在亞洲地區 包括美國和韓國 和蒙古和越南 特別是印度等等這些國家 其實圍繞中共政權的包圍圈 已經基本上成形 習近平在中共整個體制內部 也有越來越多人反對他 中共財政出現危機 要求地方政府過緊日子 河南省日前通報 不再保留科級事業單位 精簡機構編制規模 引起關注 中宏網10號發表了 河南省委編制委員會辦公室的傳聞 文章說 事業單位職責不清 結構不優 效率不高等問題仍然存在 有事沒有人做 有人沒有事做的現象並存 河南省委編制委員會辦公室 因此展開精簡機構編制規模的行動 除了學校和醫院之外 事業機構案不低於50%精簡 原則上不再保留科級和事業編制 16人以下的事業單位 文章介紹 計劃撤銷科級和事業編制 16人以下的事業單位137個 對此希望之聲記者16日 採訪了屢美中國問題評論員邵鐸 他表示 中國吃公家飯的人太龐大 這個國家吃財政飯的人這麼多 而且他們是不惜任何代價 將錢擺入自己的袋裡 中共怎麼養得了 這也是一個大問題 這是中國近年來 可以說是歷史上絕無僅有 全世界都找不到的 這樣一個臃腫的腐敗的政府機構 邵鐸表示 中共為了達到全球爭霸的目的 不惜花重金做了很多不恥的事情 派出大量人員滲透到其他國家 去輸出中共的理念 花巨資去賄賂其他國家的官員 這個要很大的一筆至今 全部從國庫裡出 還有就是拉攏一些貧窮的國家 來支持他們 給錢、給物 我們都看到 習近平上台之後這幾年 他免除了很多國家的借款 一百億這麼多 前北京律師、民陣加拿大主席 賴建平 對新唐人表示 中共的黨政機關辦公費用 包括人員的工資 還有教育、醫療、很多社會福利的費用 可能都會有傻縮減 但是他的維穩費和軍費 不但沒有減少 還增加 他拼命要將這兩項費用保住 否則他的政權不保 邵鐸也認為 維穩費和軍費支出太多 老百姓沒有好日子過 每年花的維穩費用的這些錢 是超過軍費 我們所有人都知道 這筆錢如果用在中國的科研 或者是行業發展的話 中國會很好 或者說用在福利上 中國人的生活狀態也會很好 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做了太多的惡事 始終有一天是掩不住的 現在他將這些錢全部 花在防止顛覆政權上 這樣的話 中國有多少錢救他們用呢? 美國、日本、菲律賓三國首腦 日前舉行會議 決定在印太地區建立第一個 旅宋經濟走廊 這是抗衡中共一帶一路 在印太地區的第一個基建項目 根據白宮的聲明 美國貿易發展處 將籌集超過5億美元的資金 在菲律賓開發高品質的基礎設施 另外 22間美國公司和組織 會在菲律賓投入10億美元 協助菲律賓推動創新經濟 能源轉型 強化產業供應鏈人性等計劃 另外 美國、日本計劃提供800萬美元 在馬尼拉進行5G開放式 無線接入網絡實地測試 來建立安全可靠的 信息通訊技術系統 早前 美國和日本對這些項目 已經投資900多萬美元 美日飛三國 今後還計劃開展半導體人才 來培養項目 給菲律賓的學生 在美國、日本的一流大學 接受頂級培訓 確保三國的半導體供應鏈 對此 美國聖托馬斯大學教授 葉耀元對新唐人表示 美國大力投資 印太戰略區的國家 將這些先進科技業的生產基地 慢慢從中國轉移到菲律賓 對於其他東南亞國家 可以模仿 另外 酸尼科技大學副教授 鳳崇義說 呂宋經濟走廊有典範作用 以前西方迷失了 拿技術和資本去換中國市場 養虎為患 將中共政權偉大了 現在他們覺醒了 要將資金技術直接投放到菲律賓等這樣的國家 就可以將中共逼出去 近年來 菲律賓和中共的緊張關係不斷升級 中共倡議菲律賓加入一帶一路 並承諾在菲律賓投資 240億美元的基礎建設 但至今沒有一項進攻 對此 鳳崇義說 中國這個一帶一路早就是爛尾工程 這個時候美日進來 剛剛好是天時地利人禍 從菲律賓開始做出一個典範 菲律賓造成功之後再向南 就是馬來西亞、印度 很明顯現在是美日進來 台灣也會進來 韓國也會進來 這些國家也會進來 菲律賓和美國將在5月主辦 印太地區最大的商業論壇 來促進對女信經濟走廊的投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趙樂際 一前夫北韓參加中招建交 75週年的慶祝活動 但在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會面時 就被安排成好像回報工作般的架勢 網絡流傳的影片顯示 金正恩在與趙樂際率領的代表團會晤的時候 雖然金正恩滿面笑容 與趙樂際握手 並三次熱烈擁抱他 顯得相當熱情 但在會談的時候 金正恩就單獨坐在大桌圓桌的一側 趙樂際一行就逼近坐在金正恩的對面 就好像下級向上級回報工作般 會談的時候趙樂際對金正恩轉達了 習近平的問候 不僅如此 網絡照片顯示 兩國會晤只有北韓的國旗 沒有中共的旗幟 顯然不合常規 並且還有三個人在做筆記 趙樂際看起來有點不滿 獨立視頻人蔡神坤表示 中招關係靠勾心鬥角來維持 很多人認為金家在中朝邊境部署核武器 是為了威懾日韓 殊不知金家最忌諱的 還是身邊的中共老大哥 老大哥長期以來給錢小兄弟 給惹小兄弟 但小兄弟稍不如意 就會抱怨 抱怨的方式就是與俄羅斯親密互動 與美國眉來眼去 以及因為超市民華主義的 旗幻聖地 在香港的手也會認識 沒有任何政治 是否就要 最常的